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是宣布要参选民进党的党主席 那么日前他确诊 虽然在这个12号的时候呢就解除隔离了 不过呢保险期间在现在是自主管理期间 所以呢他是请这个前立委 郑立军帮忙登记 那么同时呢他也发文特别表示 当这个民进党遭受挫败的时候 身为一份子他必须勇敢承担 而且团结党内重整这个士气 那么呢有几项任务他必须要完成 里头就包含了重整旗鼓 深刻的检讨议会人民的信任 还有广纳人才守护台湾 只是外界就很好奇的是 你请来这个郑立军帮你登记 难不成是希望他跟你搭档参选2024角逐总统吗 今天媒体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本人就回答了 目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这个问题好像问得太远了 那么至于至现在检讨小组的召集人 郑文蔡外传很有机会会接任格魁 今天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了尊重各种不同的评论 面对这个问题 他并没有直接的回答 前文化部长郑立军现身民进党中央党部 他带着新台币150万元登记费 要来帮副总统赖清德登记参选党主席 赖副总统打电话给我 他表示他身体状况恢复良好 但人还在健康自主管理的期间 那为了谨慎起见 他请我来代替他今天来登记 参加民主进一部党 第十七届党主席的补选 赖清德确诊现在还在自主健康管理 因此请郑立军帮忙领表登记 郑立军也转述赖清德的参选想法 赖清德特地找来已经卸下公职的郑立军 帮忙登记参选 是否有意要邀请郑立军 在2024年搭档总统大选 这个问题好像问得也太远了 那我个人是没有参与选举的规划 而先前被外界看好参选党主席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 得知赖清德完成登记选党主席 郑文灿说一定给予祝福 那我们不只是会给他祝福 也会给他协助 那希望整个党的团队调整队形 那因应这个新的这个挑战 民进党在这次九合一大选惨败 党内掀起检讨改革的声朗 因此赖清德说他要挺身而出 承担参选 更大声呼吁要团结改革 扳回颓势 守住2024总统大选 民进党的执政权 华氏新闻 雄办张英光 吴辰元 SNG台北桃园报道